哈囉 大家好 我是蓋伊 今天又來到這個非常有趣的單元 回覆 靠北健身留言 那其實我用靠北這個詞呢 單純只是好玩 並沒有那麼的負面 而是覺得 這些留言怎麼可以 這麼可愛 這麼有趣 當然當中可能有一些迷思跟誤會 那我們就 一題一題來聊聊吧 黃旭回去饒舌 別來游泳了 其實不只他 我很多影片下面都有人留言說 我長得像黃旭 我是覺得沒有那麼像啦 你們覺得呢 蓋伊體脂降低咧 目測18% 什麼18% 我卻大願做 DXA骨密度與身體組成分析檢測 量出來也才11%好嗎 而且我最近才剛剪完紙 估計現在大概10%左右 蓋伊體也太差 只是游個100公尺就累成這樣 唉 這個短用充斥跟長用 使用的能量系統是有區別的 我打個比方好了 你全力衝刺100公尺 跟你慢慢跑800公尺 哪一個會比較喘 有氧和無氧的區別在於 他們之間的能量系統不一樣 一個慢而持久 一個快而不持久 經典的打臉 別拿自己的興趣挑戰別人的飯碗 唉 最近只要是挑戰系列的影片呢 下面都會出現這種類似的留言 像上次那個潘瓦斯的影片 也有一個留言說 不要用你的愛好跟別人吃飯的傢伙比 唉 說是挑戰 你們不覺得更像是彼此友善的交流 推廣各個運動專項與職業嗎 況且 這個頻道也是我的飯碗好嗎 蓋伊還是在那個泳池 拍攝比較適合 我以為蓋伊現在轉型 會在那個熟悉的泳池拍攝 是說 這個泳池嗎 練健身只是筋肉好看而已 真的搬東西都沒力 不把肌肉鍛鍊的強健 你搬東西這不會有力 但我覺得他應該是想強調 這個搬運的技巧性 當你有練重訓再去掌握搬東西 這些全身肌肉的協同 跟核心的穩定 那肯定是會搬得非常有力 那建立三項呢 它就是一個非常不錯的訓練項目 像我硬舉可以拉250 端舉可以扛個200億 那你覺得我搬東西會沒力嗎 爛死了 我們在罐裝工廠工作的 絕對一手提一桶跟你跑的 100公斤也用扛的 找這種一天送不到擠車的老闆筆幹嘛 看身材就知道不行了 絕對一手提一桶跟你跑 嘖 其實不只他耶 我下面有一些人留言說 怎麼不一手提一個 然後一趟可以搬兩個 沒有錯 那個瓦斯桶一桶40 兩桶80公斤 確實是沒有非常重 我農夫走路呢 都可以拉個200公斤再走 但問題就出在那個瓦斯桶它的高度 它沒有辦法呢 讓你在兩手打直的狀態下提起 等於說呢 你要利用你的二頭的力量 提起一手40公斤的瓦斯桶 更別說你還要跑10公尺了 那有在練重訓的朋友呢 應該都知道 你要單手二頭彎曲40公斤 那是多麼困難的一件事情 絕對一手提一桶跟你跑 嗯 最喜歡 波波 謙虛 懂得做球又耍寶 唉真的 波波真的 討喜又可愛 大家都喜歡他 每次都是蔡佑斯贏 該也要努力啊 欸什麼每次都是他贏 你們難道沒有看 極限體能王 猛眼鬼抓人 猛男實測連尻七天這些挑戰影片嗎 我是職業搬水泥的 一天平均要搬600到1000包要來試試看嗎 50公斤的100包15分鐘以內搬好還要疊好 拜託這位簡先生請私訊我的FB粉絲團 我們非常有興趣挑戰這個項目 那在這邊也跟你說一聲辛苦了 我覺得三件客應該多專注在體態進步的方面讓大家學習 因為發現蓋衣等人體態已經沒什麼進展了 一個自然健美者 等一下 先不要笑 我認真解釋這個問題 一個自然健美者呢 他認真練個2到3年 體態大概可以到80% 那再認真練個2到3年大概可以進步到90% 那越是到後期呢 你的進步速度就會越來越來的緩慢 那我跟耀師還有波波都不是純粹練健美 我們還會建立三項 所以訓練的方式就會有一些不一樣 雖然大家可能看我們在螢幕前都是 嘻嘻哈哈的 但是呢其實我們私底下 每一天都是非常認真的在訓練 就是為了要突破自己 那提升自己的體態跟力量方面 現在是如此 那未來呢更是如此 挑戰SM甩編 CK比女王強 讓人舒服 那個拜託 地方女王 請私訊我的FB粉絲專頁 我們非常有興趣挑戰這個項目 猛男身體要洗乾淨 不然常常感覺都是臭的 欸你這是感覺 還是有實際體會過啊 愛不愛乾淨這是個人行為 跟健不健身猛不猛男 沒有什麼關係好嗎 而且我聞波波他都是香的啊 蔡鑰師長得好像壯版的 POPINJ 欸我去查了一下 欸這真的很像 真的像真的像 無聊的節目 一槍你就死了 欸我覺得你這個留言 可以套用在任何競技比賽的影片下面 那劍術比賽 無聊的節目 一槍你就死了 那跆拳道比賽 無聊的節目 那一槍你就死了 那LOL世界賽 無聊的節目 一槍你就死了 我明明沒有訂閱 為何一直看到你的影片出現在我的動態 哎呀 這個Youtube就是在提醒你 該訂閱啦 哇這個時候的蓋衣 還是個正常人呢 你先看看這個說圖 再看看你的留言 你確定我有正常過嗎 好了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先到這邊有任何問題 歡迎在下方留言 我是楊蓋衣 我們下次見 掰掰 蓋衣增強 又可以賣飛機杯 又可以料理 欸這個完全不衝突啊 而且他們彼此有一些動作的重複性 其實還蠻高的 謝謝 謝謝 謝謝